大家好 我是老百 今天呢 又准备改造一块其实 热龙枪先预热 还是有时有问我这个热龙枪 应该选多少瓦数的 按我的制作经验呢 50-100瓦的最好了 选用胶拌的尺寸呢 是11的 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棕色的胶拌 做之前呢 先把底部刷一点油 作用应该大家都知道 为了防止 它跟那个胶粘得太紧 以后要取下来的话 更容易一点 好多人问我呢 这个胶做的底座 是不是以后就拉不下来了 这个不会啊 如果想要拉下来呢 你用打火机烧一下 或者放热水里面烫一下 这个胶变软了以后 就好拿下来了 现在呢 用这种强力打火机 给它这个表面呢 用火烧一下 烧了以后它会变得更光滑 为这样子坑坑洼洼的 看 是不是光滑多了 现在我们让它冷却一下 焦干了以后呢 用小刀 把它边缘的地方切一下 切平整一点 让它看起来更美观一点 好了 我们现在上半部分差不多了 这个下半部分的底呢 我已经事先做好了几个在这里了 现在只要把它挑一个把它装上去可以 这种底有没有不会做的 就几块小儿老师把它拼接在一起打上胶 如果也不会做的话呢 现在在评论区打一个不会 我的下期再出一期 这种制作这个底的视频 我们现在挑一下 看看哪个更合适 就这个吧 现在只要把上下 用火给它烧一下 让它们拼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转側面来看看会不会震 用手拉住一下呢 它就会黏住了 现在呢是黏住了啊 黏住了以后呢 我们看这个边的地方呢 它还是很空 我们呢 填一点胶进去 胶把它填点了 它会更牢固一点 填好以后 再用这个打火机 给它烧一下 差不多呢 就这样了哈 这个底座呢 基本上已经做好了 让它上下油 是不是 档次一下就提升了 一块普通的石头 蜕变成一件工艺品 大家喜欢这个作品吗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我是百世纪 关注我 下次教大家做这种 镂空的底座 好了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